大家好,再分享个消息 5月31日,韩国NBC集中报道了某部队性委屑事件 以及之后有组织的隐瞒事件 孤立受害者,最后导致受害者留下视频离开人事的事件 事件发生在韩国空军20战斗飞行团 受害者在登记结婚当天自杀 今年3月,韩国空军20战斗飞行团中士李某 接到了参加聚餐的指示 前任中士张某说 即使换了夜班也要参加聚餐 据悉,因为该部队曾经发生过新冠肺炎集体感染 所以被下达了禁止饮酒和聚餐的命令 但去了一看发现是上次朋友的开业庆祝仪式 已故李中士的姑妈在采访中说 她说过因为是平时对她施压、训斥、辱骂 让她很痛苦的人下了命令,所以不得不去 酒席结束后回来的路上 李中士在车后座被张忠士猥亵 坐在前面的后任副士官正在开车 已故李中士的姑妈说 并不是单纯的摸她 而是不断的摸她的重要部位和胸部 甚至还做出了伸出舌头的行为 是让人非常羞耻和耻辱的 后来李中士踹开车门下车后 立即向上级进行了举报 但加害者却跟她到了宿舍并嘲笑说 想报警就报吧 而主导聚餐的上次表示 就当没这回事 并怂恿两人和解 而且部队没有立即实施分离措施 加害者威胁称要去死 甚至加害者的父亲也出面给受害者施压 称就让我光荣退休吧 李中士被诊断为不安障碍失眠症等 需要进行三个月以上的治疗 最终李中士被调到了15战斗飞行团 但是她的压力却更大 已故李中士的姑妈说 那里不把她当成受害者 而是说需要关注的士兵来了 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她 让她不能动弹 不知道在你们部队是不是那么学的 但这里是按照FM方式做 孩子就这么流着泪说 在调部队四天后的21日 李中士和男友结束了结婚登记 然后他也进行了最后的准备 他按下了手机录像键 记录下了全部过程 受害者律师金正焕表示 我看到了受害者在做极端选择之前 哭泣的样子 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呢 而且遗鼠门甚至说要公开这个视频 在手机备忘录中 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的身体变脏了 全都是因为加害者 将葬礼推迟的遗鼠们 敦出进行严肃调查 已故李中士的父亲说 他是如此痛苦的状态下 将让自己痛苦的人 以及他冤死的事情 告诉爸爸妈妈的 MBC报道表示 虽然遗鼠们表示 如果可以化解李中士的怨恨 可以公开他最后的视频 但MBC无法这么做 MBC详细的报道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李中士死亡 这支部队为了掩盖 性猥亵事件做了什么 而且空究不久前表示 正在严格按照程序调查此事 性猥亵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李中士的直属上司 卢某中尉 并没有向上级报告 而是叫来李中士一起吃晚饭 卢中尉单独带来了酒盒 他说 这是人活着可能会经历的事情 并开始使用怀柔政策 李中士从座位跑出去 最终告诉了家人 已故李中士的姑妈说 我给部队打去电话说 在大学或者小公司里 在认识到这件事的瞬间 一定会报警 你们端着酒杯在做什么呢 请马上按照指南进行处理 但并不是只有一个人那样 另一名直属上司 也单独把李中士叫来 你就不能当没发生这事吗 他向李中士施压说 如果这是公开化 违反防疫方针的同事军人 也会受到损失 希望你不要向上级报告 他们甚至还联系了 同位军人的受害者未婚夫 你好好跟他说一下 好好解决一下 你好好想想吧 虽然怀柔和威胁仍在继续 但军方此次似乎 也没有保护受害者的想法 受害方律师表示 事实上这次事件之前 也发生过一次 进行 就同意加害者进行强制猥亵行为 受害者上报了此事 但上司和准卫 怂恿两人和解 就没将这件事情问题化 之后受害者又遭受了 同样的伤害 当时部队给选任的国选律师 只是说因新冠肺炎隔离 不能到场 也没有制定任何对策 在受害者调查时 他也没有同行 已故里忠实的母亲表示 他们连自己部队的人都守护不了 还保卫什么国家呢 怎么能让我的孩子这么孤独的死去 他们让孩子的情况无法被人知晓 让孩子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挺令人备份的 谢谢